从今天开始呢 来讲述知乎严选上面另外一个高人气专栏 我在警局长大 真实案件走访实路 这个专栏的作者啊 叫计票人 从小是在警局长大的 父亲呢 是一位祸过二等宫的老兵 小时候每当父亲和战友们聚会的时候 总喜欢带着他 父亲的战友里呢 有不少警察 家呢 又正好在警局楼上 所以小小的计票人 从计事的时候 就跟警察叔叔们亲密的接触 听他们在深夜里边出警 看他们对着棘手的案件 焦头烂额 也正因为如此 知道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悬疑案件 这些耸人听闻的案件是真实存在的 案件背后都有着荒诞不惊的始末 有着错综复杂的人性 都让计票人深深的着迷 那么这期节目开始 咱们来讲第一个故事 主人公叫刘晓阳 长辈叫他小刘 同事叫他小杨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俩人呢 刘晓阳 也是计票人口中的杨哥 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戴着一副眼镜 曾经参军卫国 计票人的父亲呢 也特别欣赏刘晓阳 于是第一回吃饭 就把他喝进医院了 现在刘晓阳是一名人民警察 31岁 入境已经4年了 咱们要讲的故事 没有那么多的艺术加工 都是对刘晓阳口述的记录和整理 刘晓阳说 这是发生在我还在服役期间的事情了 我曾经错误的认为 这件事就是让我在退役后入境的主要原因 这是一个遗憾 我总是想着 为什么就一个人那么难 跟连长讲的不同 不只是勇气和信念 绝望 也能让人超越对死亡的恐惧 我有一个战友叫秉宇 他在遗书里写着 这是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的噩梦 夜里的失眠和我的生活 让我感觉毫无希望 开始只是觉得 我居然变得多愁善感了 感觉活着很累 我用疯狂的训练来麻痹自己 觉得只要累了 就不会想这么多了 晚上也不会失眠了 但是这一切只是徒劳 我发现我一直活在噩梦里 这封遗书 是秉宇写给我们这些 曾经一起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们的 这封遗书我来来回回 一共看了五遍 总感觉特别不真实 记得两年前 第一次见到秉宇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胡子都没体干净的小伙子 衣服整整齐齐的 说话语气 和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有些神似 喊他抽烟 他说自己不会抽 让他打王者荣耀 他说自己不会打 平时叫他去喝酒 他也会以酒量不行 拒绝酒局 因为情不投言不合 我们几乎很少提起他 只知道他和新兵们的关系 一直很好 看见新兵一有空就围着他 我们偶尔还会心生妒忌 但他从不偷懒 很多时候还会主动承担责任 又会觉得这人还真不错 大家生活训练 本来就挺压抑的 像我们这种天天跟着坦克 后边文尾气的步兵连队 要是没有像他这样一个 主星谷的人存在 连队的风气肯定会低迷 直到有一天 连长告诉我 丙羽的父亲去世了 那时候 我们才真正开始相互认识 抱着安慰他的心态 我尝试跟他主动交流 从为数不多的对话之中 我才知道 他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 他参军的原因中 有一部分就是家庭 小时候母亲因为贫困的原因 抛弃了他们 所以他从小没有感受到母爱 是父亲含辛茹苦 把他拉扯他的 也正由于父亲的原因 他很憎恨自己的母亲 面对父亲去世 我不知道他私下又没有哭过 这毕竟是他最爱的父亲 至少当时 他在我面前表现得很从容 对于他 我只能时不时安慰他 希望能分担他的悲伤 当然这一切只是徒劳 在我们的对话过程中 他的表情几乎没有任何波动 只是用感谢回应我的安慰 至少这个时候 他还是那个完全不用让人担心的人 丙宇奔丧回来之后 我们给他准备了一顿大餐 希望能帮助他早日走出悲伤 但是没想到 大家准备的安慰的话 却被他不停的感谢 给挡回来了 当时我们都认为 是啊 他这种内心强大的人 怎么会需要我们的安慰呢 当时看着他没事人的样子 我心想他一定是一个生活充满艰辛的人吧 因为从小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艰辛中成长 他才会变得这么坚强 如果是个脆弱的人 或者是像我一样 从出生到现在 基本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 遇到这种事 不说崩溃 肯定会低迷几个月才能走出阴影 丙宇遗书里说 我很迷茫 很恐惧 但更多是不知所措 我感受到什么叫行尸走肉 自杀的念头越来越明显 脑子里有两个声音 死吧 这样就一了百了了 还一个声音说你不能死 这是自私且不负责任的表现 你至少还有战友们值得留恋 有时我会产生幻觉 看到菜刀 就想拿它剁自己 看到车就想一头撞上去 因为责任 我只能用意志去对抗 在所有人面前 装的正常 丙宇除了比以前笑容少了 有时候还会发呆 其余都和往常一样 还是那个让人靠得住的人 这是我看到的表面的他 也是他希望我们看到的他 这样一来 他经常一个人在阳台发呆 那时候他的内心就已经很挣扎了吧 人们总是会想当然 天天朝夕相处的战友们 就算有所察觉 也会认为他只是有点心事而已 心事嘛 这东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时候我暗示自己 他不是那种脆弱的人 他的烦恼对于他来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现在只是有点忧郁而已 毕竟谁都有难言之隐 多管闲事不好 后来丙宇发呆的时间 越来越多了 很多时候连命令都忘了 同寝室的人反映 他失眠的状况更严重了 甚至需要借助失眠的药物 注意到他异常的人越来越多 也有很多人询问他的状况 但是得到的都是 我没事 只是最近可能压力有点大 我们主动把休假机会让给他 给他介绍旅游景点 让他去尝试一下蹦极 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是因为我们也很害怕 担心他真的患上了抑郁症 抑郁症这个词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既陌生又熟悉 从懂事的时候开始 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经常提到 但是他们口中得抑郁症的都是其他人 这些其他人很脆弱 会因为一点小事想不开 不来上学 只会逃避 甚至自杀 就像今天 我们总拿自闭 抑郁开玩笑一样 觉得这种病 只有那些整天阴沉沉的人才会得 谁又愿意和阴沉沉的人做朋友呢 更别提去深入了解这些阴沉沉的人了 那么 丙语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完全是因为父亲的离世吗 刘晓阳说呀 当时大家都没把丙语的情况往抑郁症上想 丙语在他的遗书中说 一开始我认为通过扮演正常人 我能欺骗关心我的人和自己 后来发现只能骗自己一时 每到深夜 我自杀的欲望就达到顶点 觉得我的明天只会更痛苦 毫无希望 我不是没想过找人倾诉 也不是没有尝试过自救和求救 但很多时候 话说到一半就说不出口了 我想杀了我的生母 只要知道她还活着 我的痛苦就会一直持续 这样的话实在是说不出口 我想可能换个环境就好 好好出去旅游一趟就好 或者挑战一次蹦极就好 锻炼身体 充实自己 挑战自我 提高自信心 我都试过了 可是我还是没有改变 我天天演戏 受够了自己 骗自己 在休假旅游那段时间 很多次路过大桥 山崖 要不是周围有人 我早就跳下去了 不能给其他人添麻烦 自己的事 自己解决 这是父亲从小教育我的 目前我可真会给别人添麻烦 说到底 还是因为自己无能 我这么没用 连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旅游了一半 我发现 我发现只要身在人群中就像兔 后来我找到一个干净的宾馆 安安静静的住上几天 想着要不就在这个宾馆了结自己生命 这样天天在床上躺着 思考应该怎么自杀 但是战友们的好几通电话 一直把我拉回去 最终假期结束 我还是没下定决心 到底要不要自杀 烟雨回来之后 立刻就被我们围着询问 去了哪些地方 尝试蹦极了吗 心情是不是好多了 但是情况却没有一点点好转 他依然发呆 依然失眠 时常精神恍惚 已经达到了影响训练的地步 我们逐渐明白他的心事 不止他口中所说的那么简单 几个和他关系好的战友 都分别和他谈过话 但都被他其他借口敷衍过去了 终于指导员第二次找到他谈话 还特地把他约到一个 平常用来关禁闭的房间 我们希望知名大学毕业的指导员 能问出什么或者解决什么 指导员下足了功课 通过许多专业的问题 终于问出了一些眉目 问题找到了 就是家庭原因 他和他生母的矛盾 但是我们都低估了矛盾的严重性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知情 就这样 用部队的解决方式 在秉语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指导员把他母亲请到了部队 寄希望于面对面交流解决问题 帮助他不要逃避 但是随着一声摔门的巨响 这次见面会就这么结束了 他把自己关在寝室 无论怎么劝都不出来 还说如果不把那个女人赶走 他就会自杀 谁也没想到连队骨干 居然会说出这么任性的话 连长指导员在无奈下送走了他的母亲 禀宇终于走出了寝室 并且不说一句话 甚至不像以前一样回应他人的询问 禀宇请假了 一直躺在寝室的床上 望着天花板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几天之后 连队请来专业的心理医生 医生也很有耐心 在数天等待后 有了第一次会谈 会谈结束之后 医生告诫我们 要时常盯着他 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而且大概从三年前就开始了 他的自杀倾向十分严重 经过一系列会谈和药物治疗 他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 我们轮流派人陪着他 基本上除了上厕所以外的时间 他身边都有人 大概一个月后 他的情况有所好转 只不过他天天沉迷游戏 当时我们想 如果游戏能转移他的注意力 让他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好 秉宇在遗书中说 我的生母 嫌弃家里穷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 本来身体就不好的父亲 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 在我高中时候 父亲就因为工作原因换了肺牢 因为家里没钱还要供我读书 他一直没机会去看病 父亲一直灌输给我关于他的仇恨 我很恨他 但父亲生病的时候 我真的希望他能出现救救我父亲 可是这个女人自始至终都没出现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肺牢恶化 最后被夺走生命 父亲去世了 我感觉我失去了一切 留下的只有对他的仇恨 我真的很想杀了他 他居然能厚颜无耻 在父亲死后出现在家里 我不想再见到他 过年我没有回家 假期没完 我很早就回到了部队 这是唯一能让我温暖的地方 在部队 我的痛苦能减轻 我还能坚持 结果 他就像一个恶魔 出现在我最后一片净土 我那天真的很想一拳揍在他脸上 但这是在部队 周围都是关心我的战友 我只能离开 这个时候 我已经明白了 我是部队里的麻烦分子 就算一帆风顺 我也会在今年退役吧 想到要永远离开部队 我感觉生活没有任何希望 心中下定了要自杀的决心 所以我重启了自杀计划 在下定决心之后 我感受到了很久都没体验到的轻松 当时啊 秉宇天天窝在寝室里打游戏 但是开始主动和别人搭话 甚至露出以前都很少见的笑容 大家都在空余时间跑到他寝室 看他打游戏 称赞他游戏玩的好 甚至有时候 他还会和我们一起打几把王者 连长都觉得 如果这样下去 他有所好转 说不定能在退役的时候 治好抑郁症 这样自己也算有个交代了 就这样 大家也就放松了一点警惕 一个周六 秉宇说要去网吧下游戏 连长叫大茶和公子两个人陪他外出 他们早早来到了城区最好的网吧 大喊大叫的打游戏 在别人眼中 这就是三个放纵青年 突然秉宇说 他要去上个厕所 陪同人员并没有放松警惕 大茶也以上厕所为由跟了进去 在确认这个厕所只有一个通气扇之后 大茶点上了香烟 在门口等他 上完厕所以后 两人回到了座位上 烟雨回到座位就趴着了 不一会儿又叫起了肚子疼 急匆匆的跑向了厕所 就这样 过了快十分钟了 还没见他回来 公子有点担心 当时大茶表示 自己已经检查过南侧 厕所里只有通风扇 连窗户都没有 而且他看着丙宇进的厕所 所以当时觉得应该就是拉肚子 但二十分钟后 还没有丙宇的消息 两个人慌忙的冲进厕所 反反复复的确认了每个格件 甚至确认了通风口的灰尘 有没有擦去的痕迹 可人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消失了 面对这个匪夷所思的情况 大茶慌了 公子在取得网管同意之后 仔细查看监控录像 但来回看了两遍监控录像 都没找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丙宇就这么在两个人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那么丙宇到底去哪了 他又是怎么自杀的 丙宇啊 就这么着 在两个人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他们急忙打电话给连部 连长得知之后 马上集合连队所有能调动的人 叫指导员带队去找 自己把相关情况上报给团部 团部知道之后立即批准 并且要求信息部队也参与搜寻 加上当地警察同志的配合 总计超过两百多人参与了搜寻 为了这次自杀能够成功 丙宇应该准备很久了 他预想战友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搜寻他 他准备了两部手机 先用一部手机打给他最初新兵时候的班长 打完电话之后 就把手机随处丢在了一个垃圾场 然后走到菜市场 在另一部手机上设定好了六个小时之后的闹钟 随便扔在了一辆浓帽货车上 军犬在城市环境 尤其是气味复杂的地方 更发挥不出作用 我们连队七十多个人 在这个城区地毯式的搜索 拿着照片 每个商铺挨家挨户的问 终于连部传来消息 定位到了手机信号 我们急忙前往指定地点 一部分人在垃圾场寻找 一部分人继续在周围搜寻 翻了十多分钟 我们终于找出了手机 一开机平保就是 请不要责怪陪同我外出的通知 都是我个人意志的行为 战友们 对不起 在知道丙羽的目的之后 我们都明白 能找到他的几率十分渺茫 但是没人放弃 有人继续挨家挨户地问 有人去了出租车公司和公交车公司 就算在警察同志的配合之下 四个小时以后 我们依然一无所获 最终早已经布置好的 另一部手机开机了 部队迅速定位到位置 就近的警察同志也迅速赶到 可现场只有一部响着闹铃的手机 果然这部手机上 有它最终结束生命的相关信息 我们立刻赶往现场 那是一个离驻地不远的村庄 一座孤零零的农舍 一间整齐干净的房间 桌上摆着一份吃得干干净净的 肯德基全家桶 一份皱巴巴的遗书 一个残留少量药物的杯子 铃铃就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 脸上没有痛苦 像睡着了一样 铃铃在遗书中写着 战友们 谢谢你们的相伴 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你们的暖意 感谢你们陪我走到了生命的最后 对不起 三连的你们 让你们为我承受这样的压力 今晚不能陪你们打游戏了 指导员 连长 你们没有任何错 这一切 我早已决定好了 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对了 指导员 你的婚礼我去不成了 但是能获得你认可的女孩子 一定不差 祝你幸福 还有 小亮子 以前新兵的时候 就你爱哭鼻子 这次不准哭 说好把你培养成流血不流泪的汉子 可不能让我失望啊 最后请大家 尽早忘记我吧 这房子是我一年前买下来的 当初想退役后 能在这里经营一个小卖部 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是一个能看见不对的地方 埋在这里 也正是我所希望的 还要麻烦兄弟们给我下葬 房子和我剩下的钱 请交给部队有需要的人吧 我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 如果硬要说的话 就是求生命没有轮回 人世间太痛苦了 我不想再感受这种痛苦了 秉宇绝比 半个月之后 秉宇下葬了 但还有许多谜团没有解开 他究竟是如何凭空消失的 在整理他的遗物时 我们发现了一张写有地址的小纸条 地址正是他消失的那家网吧 一名老刑警愿意抽空来帮我们寻找真相 我们找到了网吧老板 老板告诉我们 秉宇以前在这家网吧帮忙过 帮他们的保洁阿姨打扫了一天卫生 我们叫来保洁阿姨 但阿姨一开始不愿意透露有关秉宇的事情 直到我们提到秉宇已经自杀了 阿姨才告诉我们关于秉宇的事情 秉宇是在一次外出时认识的这位阿姨 阿姨的家就在离筑地不远的小山坡上 秉宇每次外出都会路过这里 因为一次偶然机会 秉宇帮阿姨背了一筐骨子回家 阿姨为了表示感谢 就让秉宇每次外出其孙子留下的自行车 这样能快点到车站 一次秉宇外出发现阿姨病了 但是阿姨又担心在城里找到保洁工作 会因为自己几次不去被老板开了 秉宇就主动提出 这次由他替代阿姨去帮忙打扫卫生 但是嘱咐阿姨不要外传 毕竟在职军人兼职 会受到处分甚至退伍的处罚 就算知道了前因 但是凭空消失这一疑点 还是没得到解决 老刑警推断他只可能从南侧跑到女侧 然后从女侧窗户离开 但是当时没找到任何能通往女侧的通道 没想到保洁阿姨告诉我们是有通道的 在听完阿姨说的话之后 我们发现女侧这边的确有个不足一个书包大小的通风口连接着南侧 对应南侧这一边大概只比一本书大一些 正好在清洗槽上面就藏在水管后面 老刑警也观察到 清洗槽旁边有一纸厚的灰尘 但清洗槽部分有明显擦拭过的痕迹 而且吊顶上方被人为拒开了 大小刚好能容纳一个人通过 女侧窗口下面正好是绿花带 虽然在二楼 但对于一个士兵来讲不算什么 兵与自杀计划里最大的疑点被解开了 当兵的总是能救到想活着的人 这不是经常有的事 而我们当警察的 有时候什么都救不了 各位好 我是京西小旋风 应听友点播 今天呢 咱们说说云南十人魔张永明连环杀人事件 好多朋友呢 都点播 说你说说这个案件 说说那个案件 我都查了 好多的案件呢 确实挺大 但是呢 只有新闻报道很短 咱们没法播 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点啊 只要能找到的 我都给大家播出来 今天咱们说张永明这个十人魔 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的晋城镇 是一座山清水秀历史悠久的小镇 作为古典文化的发祥地 晋城镇内有多处的名胜古迹 而且还是云南省的首批旅游小镇之一 然而就在距离晋城镇不到三十分钟路程的南门村 却在2012年5月爆出了一宗惊天大案 其案情恐怖至极 听者均毛骨悚然 一时之间 云南十人魔张永明传遍了全国 自2005年以来 陆续有17人在晋城镇失踪 失踪地点都集中在以 张永明家为中心的700米范围之内 但是直到2012年 在最后一名失踪者家人的 坚持不懈努力之下 这些失踪案才得到重视 凶手张永明才终于浮出水面 张永明出生在晋城镇南门村 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一个姐姐 从小的时候开始 他就是性格孤僻的人 总是沉默寡言 身边的人都不太愿意跟他交朋友 张永明的母亲是十分暴力的人 经常虐打二儿媳妇于慧仙 导致两家的关系非常恶劣 到最后两家人根本就没有了往来 有传闻说张永明的母亲 在喝酒的时候 把一个卖酒的给杀了 但是这件事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而张永明的二哥 也在1980年 在菜市场跟邻居争吵的时候 用锄头刨对方的头 几乎把对方的整个脑袋 都给刨下来了 一家里同时出了两个杀人犯 所以邻居们提起张家 那是相当的惧怕 母亲和哥哥的暴力行径 似乎呢 为后来 为什么张永明会犯下那些恐怖案件 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咱们说了 没有多少人愿意和沉默寡言的张永明交朋友 陆世荣啊 就是那少数人之一 秦桧还要撒亲俩好 没有完全一个朋友都没有的人吧 他和张永明是小学同学 俩人关系非常的好 1974年12月25号的晚上 两个人呢 结伴到外边去玩 回来的时候已经挺晚的了 陆世荣的父母早把家里的大门上了锁 张永明一看呢 就邀请陆世荣到自己家里去过夜 两个人呢 睡在张永明的床上 张永明的父母睡在房间的另一张床上 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陆世荣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痛给惊醒了 睁开眼睛 发现张永明把自个儿绑在了床上 拿着刀啊 不断地劈砍自己的头部和颈部 陆世荣的叫声 惊醒了张永明的父母 张富开灯 看见陆世荣这满脸满脖子全是血 赶紧拉住张永明并且报了警 张永明被捕之后 他说自己只是在梦游 看人什么的那都不是故意的 为此村里还开了批斗大会 张永明也被判劳教六个月 陆世荣大难不死 好容易啊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他的治疗费用啊达到了好几百 而且最后张家只赔了几十块钱 这一次的经历为张永明日后犯下的一系列案件 拉开了序幕 很快他就会完成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谋杀 1978年正是生产大队搞副业增加收入的时候 张永明被队长分配到瓦窑厂工作 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 他结识了外村的一个男性叫杨树荣 这俩人呢交上了朋友 有一天呢 家里人吩咐张永明 拿些米到镇上去换钱 张永明约上杨树荣一块去了 买完米 两个人又在距离南门村十公里之外的一家小店吃宵夜 这是杨树荣最后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 随后他就消失了 杨家人和村干部找遍了整个村 也到镇上去问了半天 但是一无所获 当他们询问张永明的时候 他只说吃完宵夜 两个人就各自回家了 他什么都不知道 直到半个月以后 才有人在南门村附近的一个洞穴里 找到了杨树荣赤裸的身体 杨家人报警了 警方立刻把张永明作为重大嫌疑人 因为他是杨树荣失踪前和他在一起的最后一个人 而且还有人报告说曾经看见过张永明 在晚上推着一辆啊 能够放下一个人的板车在村里边游荡 警方把张永明带回派出所询问 这一回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可能是咱们警方的攻势啊 很有压力 张永明承认了他的杀人行为 他说自己那天晚上确实杀了杨树荣 还把尸体的手脚啊都给折断 扔进河里企图毁尸灭迹 却没成想河水把尸体冲到了洞穴当中 警方随后封锁了张家 并且在张永明的枕头下边找到了杨树荣的衣物 生产大队为这个事开了会 代表们全体签名要求判张永明死刑 但是奇了怪了 最后只判了死缓 又因为他在狱中表现良好 后来呢陆续获得减刑的机会 在1997年6月到7月之间获得了释放 回到了南门村 当张永明终于回到南门村家中的时候 父母早就去世了 大哥呢去林县当了上门女婿 大姐也嫁去了外地 二哥呢又因为跟母亲关系不合 没有往来 所以这家里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他独自一个人住在南门大街 225号的祖屋里 靠种田为生 也不跟其他人来往 有几回一些好心的邻居 邀请他呢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你说他胆多大呀 但是张永明总说 自己家里有饭有菜都给拒绝了 还有一回 他半夜胃溃洋出血 最后呢还是靠村干部送他去的医院 帮他在手术单上签的字 19年的牢狱生涯 为他的面容增添了几分沧桑 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 但是只要看一眼他那一米七五的个头和粗壮的身子骨 没有人会觉得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 时不时的村民们会花五十块钱雇他 让他把挡住了田里作物阳光的树木砍掉 或许呢他们是觉得林业局的人呢会因为张永明是个杀人犯 所以不会追究砍树的事情 又或许是他们自己害怕张永明 所以呢想给他找点事做 免得他无聊又出去发狂杀人 2008年政府对南门村的土地进行集体收购开发 张永明借着这个机会发了一笔不小的财 得到了将近三万多块钱的补偿 从此以后他就不再种地了 还在家的附近建了一个冷冻库 每天中午呢 他都会到晋城镇的古典文化公园去下棋 一直下到五点多钟才回家 他的棋友回忆说 张永明其实人还不错 棋品也好 从来没有发生过要毁棋的事 而且下棋那水平也相当可以 没五局里大概能赢个两三局吧 张永明在下棋的过程当中认识了不少人 但没有一个棋友真正了解他的情况 除了下棋 他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养狗 家里养了三条大狗 邻居们都说呀 每到夜里 张永明就会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得老大 那几条狗啊 就跟着狂飞 大家伙都觉着 这事有点奇怪 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什么 一切似乎都恢复了平静 从前的犯人回归到社会之后 过上了安逸祥和的生活 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事实上 从2005年开始 就一直有男性青年 陆续在南门村 莫名其妙地失踪 直到2012年 累计的失踪人口 已经达到了17人 不少失踪者的家人呢 也都报了警 但是最终的结果 都是不了了之 当时南门村附近 有不少正规的工厂 常常招工人去打黑工 由于失踪的人都是年轻人 人们就猜呀 可能是上那些工厂去打工了 从来没人想过 包括警察在内都没人想过 这些失踪事件 居然会和这个 可能精神有问题的杀人犯 有关系 2011年12月 一名叫张建元的高一学生 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袭击 当时呢 他就在距离家门 只有十来米的地方 突然被人从背后 拿皮带勒住了脖子 向身后的树林里边拖 张建元奋力地挣扎呼救 家人听到了呼救声 赶紧都冲出来救人 发现勒着孩子的不是别人 正是张永明 在那家人的质问之下 张永明说 自个儿是在抓贼呢 那谁相信他呀 张建元的家人马上报警 在派出所呀 张永明的说辞又变了 他说哎我跟孩子闹着玩呢 我可不想伤害他 警方对张建元的家人说 张永明有精神上的问题 他以前呢也杀过人 而且孩子也没受到 太严重的伤害 要立案这事还有难度呢 张建元的家人 听警方这么说 也是无可奈何 但这件事情过后 村民们都知道 张永明喝完酒就会发狂 不再让自己的孩子靠近他 而张永明本人 之后也更加孤僻了 甚至到了不跟人交谈的地步 行径也是越来越诡异 他会到山上的坟地 上那去偷祭品 收集起来再卖出去 村民们也开始注意到 张永明晚上啊 经常会推着一辆板车 在村里边游逛 但依旧没有人把失踪事件 和他联系起来 2012年 对于当时19岁的韩耀来说 是意义重大的一年 他正要准备 从云南省工商管理学院毕业 目前呢 在昆明市的一家工程公司里实习 被派到南门村 来协助一项工程勘查 韩耀这孩子呀 性格温顺 学习成绩好 对他的母亲又十分孝顺 他曾经对母亲说 等自己出来养家之后啊 母亲就可以休息享清福了 可是命运弄人呐 韩耀的母亲 再也等不到儿子的孝顺了 2012年4月25号 就像往日一样 韩耀和同事们 在上午7点多来到工地工作 8点30分 他在经理的吩咐之下 回办公室拿文件 办公室距离工地 也就是20分钟步行的路程 但韩耀过了很久都没回来 经理打他手机 没人接听 又打去办公室 但工作人员说 根本就没看见韩耀回来过 韩耀 从此 人间正发了 母亲得知自己儿子失踪之后 心急如焚 立刻报警 还发动了家里的亲戚朋友 拿着寻人 到派出所 还有网上去求助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也曾经出动人去找 但是 无功而返 后来 韩家人花钱 动用了地下渠道 得知 韩耀的身份证 曾经在他失踪之后 在近城镇的某家网吧里 使用过 结果发现 那原来是韩耀的一位同事 出事之前 韩耀曾经拜托他 办过事 就把身份证给了他 这样的结果 让韩家人对警方十分不满 明明身份证 就在网吧里被用过 你们怎么就查不出来呢 他们继续在南门村附近打听 发现韩耀的失踪并不是个例 从2005年开始 就已经陆续有男青年 在南门村附近失踪 而且失踪的地点 方式都非常的相似 2007年5月1号 当年只有12岁的李汉雄 和父亲一起在田地里干活 回家的路上 他发现自己把外套忘在田地里了 就回头去取 当时还有一个老太太 坐在南门桥边看管抽水机 她说自己看见李汉雄 走进了一片玉米地 但是并不清楚后来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 玉米杆子已经长得很高了 而李汉雄个头矮 所以一钻进田里就看不见了 李汉雄的父母 眼见儿子过了吃晚饭的时间 还没回来 赶紧去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表示 要报失踪 得超过24小时之后 才能立案 让李汉雄的父母啊 你们先回家等着 事情又这么不了了之了 李汉雄 再也没有出现过 2011年1月27号 当时15岁 正在读初二的谢海俊 和好友谢阳春 打摩滴 去学校拿期末的成绩表 谢阳春呢 回到自己的班级 拿到了成绩表 就在校门口等着谢海俊 但是一直都没等到 教室里也没人 手机也打不通 刚开始呢 谢家人以为是放假了 孩子到外边玩去了 而且谢海俊的这个手机 本身呢 就有点不太好使 打不通 也是正常的 但是到了第二天 谢海俊还是没回家 谢家人通知了学校 又和亲戚朋友们 在村里镇上找了一整天 最后 在1月29号报了警 警方为他们做了笔录 但是很奇怪 这份笔录并没有被输入电脑 谢家人也没有收到回职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 谢海俊的父亲为了找回儿子 倾家荡产 考虑到 儿子可能是被附近的黑工厂 抓去做黑工 他把进城镇附近的工厂 都找了个遍 其中有一些呢 还是依靠层层的关系 才能进得去 但是没有任何收获 他曾经一度怀疑过张永明 也把这个人向警方做了报告 但是最后 警方还是以张永明精神有问题为由 没有深入的调查下去 2011年9月30号 17岁的陈涛和朋友 在新云冷库附近的山坡上玩 9点钟 陈涛的母亲 在驾车回家的时候 还曾经看见过他 到9点半 陈涛曾经用手机跟母亲联络 但是母亲没有接电话 等到11点 母亲回拨过去的时候 陈涛的手机已经关机了 他的人也从此消失无踪 2012年2月19号上午9点 16岁的采云伟 到新云冷库附近的公厕 去上洗手间 同伴们在附近等了他20分钟 觉得不对劲 就去里边找他 但是里边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他的手机也打不通了 自此以后 再也没有人见到过采云伟 最后 韩耀的家人发现 在南门村失踪的人 总共有17人之多 失踪的时间 从2005年到2012年不等 失踪者的年龄 大部分介于12到22岁 这其中有一个80岁的老人 和一名37岁的成年人 青衣色的全是男性 而且两个人还有精神病史 这个发现把韩家人给惹火了 八年时间 失踪了17个人 警察怎么一直都没去调查呢 他找到其他失踪者的家人 联合起来 再次找警察报案 但是警方依然没有立案 于是他们找到了当地电视台和媒体 请求帮助 一时之间 南门村的神秘失踪案 成了众人皆知的消息 也惊动了公安部和云南省委省政府 刑事专家组和案件督察组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南门村 和当地公安机关 开展案件的侦办工作 专案组发现 失踪者失踪的地点 都集中在214省道 以及新云冷库附近 就对周边的人员进行了排查 直到这个时候 张永明才最终进入到警方的视线 考虑到他有杀人前科 而且就住在失踪事件频发的区域之内 还有村民表示 他经常在夜间推着板车到处走动 专案组把张永明带回去 做进一步的调查 封锁了他在南门大街225号的家进行搜索 很快 办案人员就有了骇人的发现 在张永明家的厨房 办案人员在一个用空心砖 砌起起来的平台下面找到了五个塑料桶 里边分别装着不同的人体组织 有肌肉四肢内脏 全都分门别类的放在不同的塑料桶里 搜查人员还在厨房的一个案间 找到了六个大麻袋 里边装满了衣服手机和证件之类的随身物品 卧室的桌子上放着几个金属盘 里边装着数量不等的人类残骸 同时在墙上 办案人员找到了一块沾有人类皮肤的胶布 后来通过皮肤上的纹身 证实了皮肤属于失踪者 陈涛 眼间找到的证据越来越多 办案人员意识到案情比原先的设想要更复杂 他们扩大了搜索范围 把张永明家的菜地 位于附近的新云冷库和小树林 也划入到了搜索范围之中 在张永明家旁边的枯井里 他们找到了一部分尸骨和衣物 接着又在菜地里找到了更多的人类骨骼 当时的搜查人员曾经说过 把泥土筛掉以后啊 剩下的就都是骨头 由此可见残骸数量之多 但奇怪的是 尽管找到了多种不同的人类骨骼 但是独独没有找到头骨 经过二十多天的侦查 张永明因为涉嫌故意杀人被依法逮捕 审讯过程当中 当警方问他到底杀了多少人的时候 他的回答令人毛骨悚然 他说 这些杀人案都是他一个人干的 他在路上跟踪被害人 趁其不备用皮带把他们勒死 有时候直接就是徒手掐死 至于具体杀了多少人 他已经记不清了 说是警察找到有多少套衣服 那就是杀了多少人 2012年6月 谢海俊等失踪者的家人 被专案组请来协助调查 法医见证科的人员提取了他们的DNA 最终确认了在张永明家找到的人体残骸 属于17名失踪者中的11人 2012年7月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张永明杀人案 确认张永明在2008年3月到2012年4月间 分别在南门村附近 新云冷库附近 荣臣冷库附近等地 先后把谢海俊 陈涛 采云伟 韩耀等11名受害人杀害 并且把尸体拉回住处分尸 一审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他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对受害者家属进行经济赔偿 2013年1月10号 张永明被枪决 有趣的是啊 虽然民间一直把张永明称为食人魔 但是官方资料包括主流媒体的报道 却一直指说张永明通过碎尸焚烧 掩埋等多种方式销毁罪证 绝口不提吃人的事情 事实上 从案件被揭发的时候开始 官方就一直努力封锁消息 但最后还是由一名当地的媒体人 在微博上报了出来 那是否就如传闻所说 张永明吃掉了受害者呢 凶手本人既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但是我们不妨从现场证据 入手来看看 第一 厨房里的那五个塑料桶 分别装着残肢 内脏 肌肉等人体组织 分别属于11个人 但是总的数量却并不多 第二 卧室桌子上的金属盘子上放着人体残肢 第三 在菜地以及树林里发现的骨头残骸 大部分都有被劈砍过的痕迹 而且最长的长度也不超过十几厘米 根据以上三点 我们不难想象出这么一个情景 张永明把受害者的尸体带回家 在厨房里熟练地把尸体剖开 剔骨取肉 把不同的组织放在不同的塑料桶里 最后把骨头扔在附近 笔者相信 张永明确实吃掉了受害者 因为只有这样 那五个桶里面混合着11个人的尸体残骸这件事 才能解释得通 案发之后也有不少人开始说 张永明不但自己吃人肉 而且他家的狗吃的也都是人肉 还记得前面咱们曾经提到过 张永明的邻居曾经抱怨 晚上张家的狗总是狂吠吗 人们认为 这正是张永明在用人肉喂狗 但事实上究竟是不是那样 我们无从得知了 而对于有村民说 张永明从来不去菜市场买菜 只见过他去买调味品的事情 这些呀 大概是案件被曝光之后的 一些不足为尽的传言罢了 法庭审理的时候 正式确认死于张永明手下的只有11人 但是失踪者有17人 那剩下的六个人 是否也有可能被张永明杀害呢 答案是肯定的 虽然说失踪事件是从2005年开始的 但张永明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杀的人 这一点没有人能够肯定 极有可能的是 在1997年初遇回到南门村之后不久 他就已经开始杀人了 关于10人的事件 其实比大家想象当中更为常见 而且并非心理变态者的专利 根据10人的动机 可以把10人分为三大类 求生性10人 习得性10人 以及其他需求 求生性10人 那比如在饥荒年代 为了活命而吃人 习得性10人 比如一些边远地区没有开化的部落 他们之所以吃人 是因为那是他们的传统 也有可能是为了恐吓敌人 也有可能是为了某种宗教仪式 而10人的连环杀手 则主要以第三类为主 比如说日本的食人魔左川一正 他认为对一个女人 表达爱意的最好方式 就是吃掉她 对于张永明食人的动机 至今没有人提出过见解 但从他的行为方式来看 很显然他在把人当成猎物 把杀人当成了打猎 大多数失踪者都是上午失踪的 而张永明呢 也只有在下午才去公园下棋 晚上又经常推着板车到处的走 这几点联系在一起 很容易让人想象出整件事的经过 上午他去打猎 暂时先把猎物藏在树林里 下午去下棋休息 到晚上或者深夜了 才用板车把树林里的猎物 拉回家里去屠宰 而对于张永明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的问题 相关的专家给予了否定答案 他们说张永明思维清晰 认知能力正常 在这里呢 大家需要区分精神病和心理疾病 张永明没有精神病 不代表他就没有心理疾病 从他的行为推测 他极有可能是反社会人格障碍 至于在开篇时候提到过的 张永明的暴力倾向 有可能来自家族遗传的观点 也只能是持保留态度 感谢观看